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飛往以色列和總理 納坦雅胡見面 強調美國力挺以色列 還透露自己是猶太人後裔 納坦雅胡向布林肯展示 嬰兒被殺等照片 痛斥哈馬斯殘忍 揚言要消滅哈馬斯 哈馬斯公布訓練宣傳畫面 在加薩有六處訓練營 距離以色列邊境 僅有720公尺 包括突襲訓練 演練瑕疵囚犯等 訓練場還重建以色列建築群 美國九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3.7% 連續第二個月增長 房租能源零漲 房貸利率充高到7.5% 是2000年底以來最高 大陸九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持平 民眾消費精打細算 讓平價連鎖 咖啡瑞幸庫敵展開降價競爭 反映大陸經濟人籠罩通縮陰霾 出現價格戰內捲現象 大陸舊房市宣布重建 加強整治大城市內城的城中村 而資金外流嚴重 近來出現大批陸客勇港開戶 官方出招嚴控離岸投資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鎖定Focus全球新聞 我是請林謙 首先新聞一開始 我們先帶您來關注的是 美國九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出爐了 年增有3.7% 持平於前一個月不變 卻高於市場的預期 這讓通膨率無法降溫的元凶 則是租金成本 同時美國房貸利率也持續的飆升 續創23年來的新高 除此之外 連鎖餐廳飲料龍頭 也頻頻宣布調漲價格 聯準會就預計了 要將通膨壓回2%的目標 恐怕要等到2026年 把香噴噴的烤肉 加上其他配料 做成墨西哥捲餅 快速解決一餐 在全美有3000多間門市的 連鎖素食店Chipotle 又要再漲價 是兩年來第四度調漲 另一間飲料大廠 也有相同動作 在需求持續強勁下 白氏可樂宣布 明年繼續調漲價格 但會溫和的進行 假如把7到9月的漲價 11%也算在內 這已經是百事可樂 連續第七季 做出雙位數的調漲幅度 相較於連鎖餐廳 國際品牌 不為外接壓力頻頻漲價 以因應高成本的壓力 中小型業者備受考驗 最新通膨數據說明一切 週四 美国燃工統計局公布 全美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3.7% 不但高於市場預期 也是連續第二個月 未見降溫 9月的全美租金 創下半年以來最大漲幅 或許也受到房貸的影響 週四 美國30年期平均房貸利率 從上週的7.49% 繼續升到最新的7.57% 不但是連續第五週攀升 更是近23年以來 首度升破7.5% 反倒是聯準會官員更關注 剔除能源和食品成本的核心CPI 年增4.1% 創下兩年來最慢增速 消息傳回華爾街 投資人還在消化 整體溫和持穩的通膨數據 與此同時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攀升超過4.7% 刺激週四 美股三大指數全面收黑 聯準會議一直堅定 堅持2%的長期通膨目標不變 但這些貨幣政策決策者也預測 可能要到2026年才會實現 不過市場仍相當樂觀 加上如今中東衝突擴大 讓市場預期 聯準會下個月升息的機率並不高 但停留在高檔的時間可能更久 而絲毫不受通膨威脅 似乎是這一張張的命運機會 美國樂透威力球在連續共估35期後 投降獎金累積到17億7千萬美元 創下史上第二高 週三在加州開出一注獨得 一息致富的幸運兒還沒現身 但開出投彩的財券行 立刻掛起布條慶祝 並秀出一百萬美元的獎勵支票 得主可選擇平攤在三十年領取 或者一次領走七億七千多萬美元的總獎金 TVB的新聞報導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去年在輔選的行程中遭到槍手射殺 行凶動機來自南韓的舊統一教戀財行為 進而揭露了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跟舊統一教之間政教部分的醜聞 而為了挽回支持率 岸田政府全面徹查 在經過一年的詳細調查跟約談被害者之後 主責的文部科學省表示 同意解散舊統一教 並且已經向法院定交請示 後續將由法院審理判決 2022年7月8號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輔選行程中遭強殺 有如打開了日本政壇的潘朵拉盒子 凶手以母親病態式的信奉舊統一教 導致家道中落 與舊統一教過從聖命的安倍晉三成為報復目標 宗教戀財問題進而被揭露 深屬其害的二代信徒們勇敢站出來聲討舊統一教 許多信徒家屬也紛紛出面 控訴教會低劣的炸裁手段 安倍所屬的自民黨政教不分的醜聞也浮出水面 而舊統一教扯出的一連串問題將迎來階段性結局 周四日本文部科學省召開宗教法人審議會 認為舊統一教存在違法行為 且迷目張膽的破壞公共福祉 明顯背離宗教信仰之目的 一致同意解散舊統一教 中午已向東京地方法院請示解散命令 如果法院通過請求 在邪教奧姆真理教與明爵寺炸裁案之後 舊統一教將是日本第三個被解散的宗教團體 這也是日本政府第一次以違反民法 為依據解散宗教 日向岸田親自肯定文科省做法 在舊統一教問題上 相關部會可說是親近全力 一年多的調查時間裡 文科省七次行使質問權 讓教會徹頭徹尾 把結構 資產等所有事項交代清楚 並爭掉人手 將特搜組從8人增加到40人 約談超過170名受害者 提出證據約5000項 用心程度可見一斑 就是希望能挽回自民黨聲望 聽到教會終於要被解散 被害者心中雖然高興卻又想到 當複雜 在法律程序上 東京地院將舉行閉門審理 文科省與舊統一教各自陳述 再由法庭做出判決 若有不服 可再上訴 但以奧姆真理教為例 從地院到最高院 前後花了至少7個月 才正式通過解散命令 這次就統一教爭議 恐怕同樣狂欲廢時 學者認為 解散命令的判定 未必順利 就算能夠成功 以日本目前法規 該宗教法人解散後 將失去優惠稅率 財產也必須予以處分 但並沒有禁止該信仰的宗教行為 信徒能繼續追隨 宗教也可任意舉辦活動 斬草不能除根 就統一教仍有機會滲入民間 另一方面 被害者援助團體擔心 若審查資訊不能完全透明 等於給了就統一教脫產機會 如此受害者救濟將淪為空壇 因此呼籲政府 除了加快作業 也需對教會緊迫盯人 以真正還給就統一教受害者 苦等的公道 繼續來關注這幾天的國際焦點 那就是以色列跟哈馬斯的開戰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前往以色列跟總理納坦雅胡會面 身為猶太後裔的布林肯 看到哈馬斯屠殺平民的影像 尤其沉痛 不過他也提醒以色列 對哈馬斯的報復行動 要考量人道的精神 國際對以色列圍城跟猛烘加薩 這個部分還是有不同意見的 至少1500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 也出現了譴責的聲音 以國政府隨即公布遭到哈馬斯屠殺的嬰兒照片 證明他們的報復行動是有正當性 以色列和哈馬斯開戰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玄機展開中東外交之旅 首戰先到以色列與總理納坦雅胡會面 兩人就加薩設置人道走廊和疏散平民進行討論 會後的記者會上布林肯表示 他看了哈馬斯屠殺平民的影像 身為猶太後裔的布林肯 尤其感到沉痛 布林肯重申美國堅定支持以色列 但同時也提醒以色列的反擊 必須考量人道精神 以色列的報復攻擊 包括對加薩圍城 並大規模空襲哈馬斯的藏匿地點 目前已經造成至少1500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 2500戶建築全會 國際社會開始出現譴責以色列的聲音 以國政府隨即公布一張遭哈馬斯射殺的嬰兒照片 展示敵人的殘暴 證明報復行動有正當性 以色列能源部長也發推文反擊 他表示絕不給加薩任何電力水和燃油 除非哈馬斯釋放人質 他認為人道歸人道 外人沒有立場對以色列說教 哈馬斯屠殺畫面不斷曝光 也讓以色列的民眾愤怒情緒高漲 因為目睹哈馬斯暴行的前以色列作戰指揮官 自責地表示這是國家的恥辱 我們失敗了 我們失敗了 我失敗了 我們失敗了 我們失敗了他們 他們在這裡 他們是全世界的最初的位置 我們失敗了 我們失敗了他們 這是個人的欺負 和國家的欺負 在同時 以色列在加薩邊境 築起新的軍事防線 推土機堆出了土強堡壘 炮兵隊開始朝加薩發射火箭炮 這些是完全一樣的武器 在亞馬斯的最後一段巨大戰 2021年 現在的問題是 這個巨大戰會是不同的嗎 那坦雅胡誓言消滅哈馬斯 地面部隊進攻的時間逼近 以色列軍方週五發出警告 呼籲加薩北部平民 在24小時之內撤到南方 聯合國估計 至少要撤離110萬人 以色列對產出哈馬斯 必須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出兵 那坦雅胡在出兵前 先從外交上著手 他將哈馬斯與伊斯蘭極端組織IS畫上等號 向激起國際社會的同仇敵 在戰術上 以色列是選擇大規模入侵 還是採取游擊戰的方式 目前仍在考量 哈馬斯在加薩有綿密的地道網路 還在住宅區的中心藏匿武器 他們對環境撩弱执掌 以軍的入侵如同入虎穴 以色列對占領加薩興趣缺缺 巴勒斯坦人仇视以色列 占領後勢必難以控制 加上當地貧窮和犯罪問題重生 以色列還得耗費大量國家經費維持 專家因此研判 以軍會採取快進快出的策略 TVBS新聞總和報導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 上週六對以色列發動攻擊以來 加薩這塊爭議土地 也再度的要上國際舞台 作為巴勒斯坦的非地 當地自治政府跟武裝分子 多年來爭相掌控加薩地區 哈馬斯是在2006年 拿下議會的多數席 成功獲得掌控權 烽火連天地中海東岸加薩 半世紀以來衝突不斷 除了猶太人以色列的外患 還有政府與武裝分子內鬥 2006年激進組織哈馬斯在巴勒斯坦議會拿到多數席次 從自治政府法塔手中奪走加薩走廊的控制權 加薩是快長約40公里的狹長地帶 哈馬斯控制後 以色列2008年發動遷住行動 2012年援助行動 還有2014年保護邊緣行動 雙方間交火沒有中斷過 2012年哈馬斯軍事首領賈巴里 遭以色列軍隊擊斃 引發大規模衝突 哈馬斯今年的突襲 則是由艾茲丁卡薩姆旅指揮官戴夫 和已經遭乙軍炸死的辛瓦案中策劃 據傳戴夫在1987年加入哈馬斯 曾在1989年遭以色列逮捕拘留 也在加薩的大學取得科學學位 不過一場乙軍發動空襲炸死他的妻女 四周阿拉伯國家的環伺下 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力挺 以色列首先轟炸敘利亞首都 以及阿勒坡兩地機場 破壞背後可能有伊朗支持 運送武器的哈馬斯 只是哈馬斯鐵了心 要讓以色列好看 宗教歷史辛酬舊恨下加薩的戰火 難以平息 TVBS新聞頭到 再來看中國大陸挽救防市 北京當局週四宣告大力的推動 包括北京上海等23個超大特大城市內的 城中村改造 也就是開展都根 然而當前大陸各地方政府也因為房地產熄火 原本仰賴土地開發權出讓的地方政府裁員幾乎斷吹 需要引入更多的社會資本來進行城中村的改造 因此當局禁止中國投資者開立離岸交易賬戶 嚴管資金外流 當前中國恆大及碧桂園等民營房地產企業龍頭陸續陷入債務危機 甚至出現恆大創辦人許家印被當局帶走調查 碧桂園預告還不出外債即將跳票等快消息 讓幾乎已經熄火的中國房市更加一蹶不振 而過去由民營房地產企業向地方政府投入大筆資金來取得土地開發權利的房產經濟模式也因此難以為繼 為了重新點燃房地產市場這個經濟火車頭 北京當局決定在以獲得發展的大城市內推進都市更新 來帶動房地產的上下游企業 今天記者從住房城鄉建設部了解到 超大特大城市正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 所謂城中村是中國大陸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有現象 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 包括長三角 珠三角等經濟發展速度特別快的地區 城市面積飛速擴張 導致周圍農村的農地被全部或者部分徵用並改建成高樓 原本農民聚居的村落則就地保留下來 近來也沒本事出去了 一夜裡 十四夜也不行 下大雨這裡的粉坑都要騰起來 這些村落雖然基礎設施缺乏 充滿違建 治安與環境衛生都比較差 但因為生活成本相對低而且交通便利 吸引不少來大城市打工的外地人或年輕人居住 人口也持續增加 最後演變成今日的城中村 這樣的城中村在中國各地數不深屬 光是廣州就有272個城中村 因此北京當局周四發出的指導意見 先把都更範圍做出限定 本輪城中村改造則限定於超大特大城市 全國共有超大城市八個 分別為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成都天津武漢 全國特大城市則有杭州東莞西安鄭州等 總計23個超大特大城市的城中村 可以根據各自的需要進行整體拆除重建 或是部分拆除整治等方式來改造 對於多數城中村原本的村民來說 雖然房子住久了很有感情 但若能搬入更新更好的大樓 勢必讓未來的生活更加便利 因此充滿期待 由於大陸農村的房屋所有權利 是根據農村戶籍的人數來計算 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 原有的農民能夠獲得拆遷補償 但家庭新增的人口 以及居住在當地的外來人口 很難獲得補償 農村的載機地就是增加一個人口 可以批20個平方的建設密集 我家增加了兩個小孩 本來是要求成立 幫我批這個建築面積 推動城中村改造 除了拆遷補償上可能出現爭議之外 另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錢從哪裡來 本輪城中村改造的資金來源中 社會資本是重要主體 據業內人士測算 未來三年城中村改造 投資或每年在一萬億元左右 每年需要撬動的社會投資 可能在五千億元至七千億元 但如今民營房地產企業 大多深陷債務黑洞 在信心缺乏下 民眾為了避免城中村改造 最終爛尾收場的結果 勢必將更傾向於把改造項目 交給國營房地產企業 這可能會進一步促成 房地產市場的國境民退 必須這些國家的公司 可以獲得的 擁有經濟發展者 例如Evergrande 通過給這些項目 提供相應的 符合改造週期的貸款 以及相應的利率 來提供支持的 讓這些市場化企業 有激勵有動力 來參與這個城中村的改造 為了讓這一波 以國有房地產企業為主的 城中村改造 能夠取得足夠的社會資本 北京當局更想盡辦法 避免國內資金外逃 內地明確禁止 內地勸商衛生客戶 進行離岸交易 現有的客戶 也都將會受到嚴格的規管 限制資本外流 根據已取得的官方文件 路透週四披露 當局即刻起禁止中國券商 與其海外分支機構 為中國客戶進行離岸交易 這是中方首度發布相關禁例 此外所有用來招攬中國客戶的 跨國券商APP網站都得在十月底前下架 目前包括在香港上市的富途證券 與美國上市的老虎證券 都已經從大陸國內應用程式商店下架 相關禁令明確展現北京當局 嚴防資金外逃的決心 PBS新聞綜合報導 阿瑪斯到外宣公布他們的訓練影片 在加薩至少有六處訓練營 甚至模擬複製以色列的建築群 強調他們對這場攻擊已經準備多年 賞心內容稍後回來 去的都是我熟門熟入的店 都是真的味道 這個很補耶 還有腰花 雲南的料理可以做得這麼健碳 其實真的給你什麼度味 112減42已經有80年了 要不要給你計算 感謝Evanor實時速冠名贊助播出 最佳退休島嶼體驗冰城人生活 必吃國民美食插歸條 它蝦子最大 但它成本很高耶 挑戰世界最長滑水道 我要幫你們抓住 我要幫你們抓住 什麼 一顆上千塊 食尚最貴流連 實時速冠名贊助播出 平時一招簡潔有力 來自國體大團隊國慶慶典上 將表演跆拳道 不過這群 記上黑帶的結實身影旁 有一群超可愛的 小小跆拳道選手 其中這位年僅四歲的小女孩 最搶眼 記上白帶象徵卓越傳承 平時氣勢完全不輸隔壁的大哥哥 大姐姐 成為全場最可愛表演者 高一高 跆拳道多久 一年 你為什麼要學跆拳道 因為我要跆拳道 跟著哥哥趁著中秋連假加緊排練 因為他們在國慶上 將作為亞運勢大運 和U18試棒賽等選手 出場前的壓軸表演 我算是二代 因為我的爸爸 也是跆拳道的教練 所以我的小朋友 算是跆拳道第三代了 厘頭今年三軍儀隊表演 難度更升級 每年巢邊不缺席的小禮賓孫孫 搶先幫大家開箱 特技表演橋段 最難的地方就是 最後十二個特技手出列 先做剪刀手 再大拋 前面兩個空一個格是 互拋 中間的還有一個格 要丟三圈大拋 大概兩層樓高 然後蹲下接住 要接得很準 不然會砸到腳 我練了很多次才會學會 三軍儀隊的雙十表演 曾在上週虎口營區開放時亮相 雖算看YouTube影片學習 但如今已經9歲了 功課量加重怎麼辦 要把功課寫得很快 才能練強 喜歡寫功課還是喜歡練強 喜歡練強 為什麼 因為練強比較簡單 童言童語好不可愛 國慶場上和場邊 小將們賣力表演與國家同情 TVBS新聞會不會話都聽聽才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台北劇場那裡 精彩的感覺 湯頭好濃喔 對 我很推這個 哇 前幾比 算是最好吃的 算是最好吃的 有馬鈴薯的是不是 對… 這我可以 我可以收馬 你看你眼前 環食掉米 感謝一分鐘實施錯 半明贊助播出 高球優棒棒棒 我沒有留下遺憾 而且那一刻 我感覺我活著 這句話好熟 你跟我講什麼 你一定有什麼事情想要做 但我還沒有做 沒有啊 你是不是喜歡她 有時候生活當中 就是會帶給你一點 感覺啊 用很想去做 我沒有留下遺憾 你也不要留下遺憾 每週六晚間10點 TVBS42台有生之年 尤其紅椒圓 彈力贏冠名贊助播出 國內高達7成的弱勢兒少 曾經挨餓 甚至每一餐的餐費 只有32元 嚴重影響發育和學習情況 民眾是隨對 量食危機無感的其中 歡迎回來Focus全球新聞 我們繼續來看法國塞納河畔呢 停著一艘獨特的木造舶船 堅毅號 這裡其實是一間成年精障治療機構 主打不違反人性的治療方式 讓病患每天自動自發的報道 一起從事畫畫 唱歌等藝術課程 讓他們逐漸的社會化 而紀錄片塞納河畔的船屋 登上堅毅號 帶出幾名精障患者的故事 透過治療 從事他們原本被視為絕望的人生 一大清早打開通往船屋的鐵閘門 寫著堅毅號的船身 所有的木製百頁窗 環環開啟 陽光透了進來 室內瞬間變得明亮溫暖 塞納河面 波光凌凌讓人聲心舒暢 陸續有人走進船屋 先來杯早晨咖啡提神醒腦 和店員閒話家常 氣氛一派輕鬆 外面招牌寫著日拖中心 其實這裡是法國巴黎一家獨特的 成年精障治療機構 由一支專業醫療團隊打造 他們反對使用非人性化方式 處理精障者 透過包羅外向的藝術課程 讓病患腦中的奇思異響 不斷綻放 端書畫作講得頭頭是道 卻又忍不住透露自己 其實沒什麼藝術天分 眼神帶有一絲頑皮 表情相當有細的妙麗而脫龍 是健一號的資深病患之一 不斷面對自己的精神障礙困擾 想接受醫療 卻又排斥傳統的治療方式 發病時就把自己封閉起來 這裡的每個病患都有自己的故事 而且非常願意開口分享 這是常年治療的結果 透過繪畫引導 一名男性病患畫出雙胞胎女兒 看著圖畫仿佛看到本人 一樣開心 她像他們的母親嗎 Olivier 不是 他們的父親嗎 飽受心理疾病所苦 無法經常和孩子見面 病患畫出女兒的模樣 興奮向大家介紹 他們週末要一起去動物園 好 你在動物圈嗎 不 我在動物圈 不然讓她躺 治療師耐心傾聽每個人的想法 菅英好上排除社會對待金杖者的 有色眼光 讓他們在這裡勇於活出自我 然後當我們說 那些恐怖人士是恐怖 這就不太乎 因為這些人不是恐怖人 這些人很恐怖 這些人很恐怖 我自己很恐怖 所以 信手拈來的旋律 其實金杖患者也能在藝術上發揮所長 紀錄片塞納河上的船屋 登上停在法國巴黎塞納河畔的殲毅號 以人文關懷角度出發 了解金杖者的故事 如何透過治療 從事他們原本被視為絕望的人生 本片一舉奪得第七十三屆 柏林電影節最高榮譽金雄獎 紀錄片拍攝期間還有當地攤商 將賣相不好的水果全部送給他們 讓金杖者一起做果醬 溫馨的氣氛就像一個大家庭 片中最特別的一名患者 是法國知名導演記影評人 傑拉德哥茲蘭的兒子冯索瓦 努力治療四十年 但病況始終沒有好轉 讓他對父母親有滿滿的愧疚 四十年來持續服藥控制病情 不放棄自己能有融入社會的一天 在片中他自嘲地唱了一首人體炸彈 表現震撼人心 唱起歌來就像是舞台上的巨星 颱風穩健不疾不徐 風索瓦知道融入社會的這一天 或許永遠不會實現 但他會繼續在堅硬號上努力 期待自己能擺脫心急 擁有平凡的人生 聽別的新聞綜合報導 大陸親戚低迷內需不忘 林眾消費意願低形成了不促銷不買的情況 大陸兩家本土咖啡品牌瑞信跟庫迪掀 掀起價格戰 一杯拿鐵人民幣9.9元還不夠便宜 競爭之下庫迪一杯賣到8.8元人民幣 最新公布的9月居民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持平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跌了2.5% 通貨緊縮憂慮持續 瑞信咖啡隔壁緊連著就是一家庫迪咖啡 同一條街都是大陸的本土咖啡品牌 但卻要開得那麼近 不只向眾同個區域展店 兩家咖啡店推出的飲料品項也差不多 價格競爭更是激烈 庫迪先打出一杯拿鐵人民幣9.9元 換算台幣50元不到迫使瑞信跟進降價 接著庫迪再砍價一杯人民幣8.8元 您覺得這個價格怎麼樣 很便宜啊 本來是不怎麼喝咖啡的 看他打的價格喝了之後感覺味道還不錯 然後就一直選擇他了 大打價格戰2022年10月才成立的庫迪咖啡 其實是瑞信咖啡兩位創始人創立的 運營半年時間大陸全國門市已經超過2000家 快速擴張手法跟當年瑞信咖啡有出一策 對我們來說他們打價格戰我們肯定好啊 他們打他的我們還有便宜好錢不是挺好的啊 非理性的過度競爭兩家咖啡店嚴重內捲 對市場來說並非好事這樣的現象 也反映大陸人消費的新趨勢 不促銷不買經濟低迷只好減少支出 國家統計局今天公布的數據顯示 9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持平 環比上漲0.2% 民生數據也反映現況 9月大陸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去年零增長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按年跌2.5% 反映大陸經濟還處於通貨緊縮陰霾之下 內需不忘投資市場信心不足 繼上回官方調降股票交易的印花稅之後 大陸國資進場救市 中央匯金增持四大國有銀行股票 這次進場是相隔8年時間 中央匯金再次集體增持四大行 投入金額約人民幣4.77億 當天12號帶動A股走升 收盤戶指重回3100點上漲0.94% 生成指數上漲0.83% 增持四大行長期五個億4.77億 那麼釋放了一個積極的信號 所以今天的上漲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不過激情只有一天 13號收盤護紙生成指數均下跌作收 而上一回調降印花稅市場反應也不持久 整體的一些這種錢 總體還是在定期存款裡面去了 所以在整個流動性放水 或者包括一些印花稅促進市場活躍 總體的效果就會打折 對投資市場存著保守心態 不過近日有大陸的週聘平台發佈薪資數據 應屆畢業生平均週聘月薪是人民幣10342元 三年來上漲了人民幣1050元 以地區看北京平均週聘月薪最高 超過人民幣1.3萬 換算台幣5萬8左右 生存跟上海則超過人民幣1.2萬 我覺得不信他這個13000的這個工資的 畢竟因為最近剛經濟復甦嘛 所以說工作都不會很好走 經濟的話是宏觀的方面嘛 那每個行業有每個行業不同的 比如說那個電動車行業會好一些 那那邊的畢業生可能會生存的會痛快一些 那其他的行業可能沒有那麼爽啊 實際感受落差很大 大陸國家統計局去年曾公布 北京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人民幣7.7萬 每個月人民幣6451元 這樣的行情 跟大家現在盡量節減度日的現況 官方和大眾顯然處於一個平行時空之中 TBBS新聞綜合報導 持續來關心以巴衝突延燒 聯合國表示已經接獲以色列軍方通知 要求加薩北部的110萬人 應該往南部撤離 加薩當地人道主義危機不斷的惡化 200多萬人口已經有超過42萬人 是流離失所的 而且面臨斷水斷電 洪十字會就警告醫院恐怕變成停尸間 而國際上反以色列的聲浪逐漸高漲 法國跟美國都加強猶太會堂 跟社區的巡邏戒備 婦女痛徹心扉的嘶吼 在以色列狂轟濫炸下 加薩死傷慘烈 已有超過1500人喪命 民眾在廢墟中徒手挖掘 心急如焚地從瓦砺堆下搶救摯愛的親人 在這次的空襲 一名幾個月大的嬰兒也被炸死 她和其他500名孩童一起 成了戰火下最無辜的受害者 以色列表示攻擊目標是哈馬斯 但加薩官員指出 學校、醫院和住宅區也通通遭受波及 加薩這塊地下人籌 自2007年以來就被以色列陸海空包圍的土地 200萬人口中有47%都是孩童 自開戰以來已有42.3萬人無家可歸 這隻中大多數都呆在聯合國的學校中避難 這裡的孩子痛訴 為什麼他們要承受這樣的苦難 以色列對加薩斷水斷電 但在這之前圍困下的生活早已是這些孩子的日常 今年13歲的拉蒂夫很難想像毫無止境衝突以外的未來 但這裡的人道主義危機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急劇惡化 紅石自會12日警告燃油在幾個小時就要用光 當地的醫院恐變成停時間 聯合國更在13日表示 以接獲以色列軍方通知 要求加薩北部的110萬人應往南部撤離 隨著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衝突持續 群體的對立也燒進世界各地 前哈馬斯領袖拍攝影片呼籲全球穆斯林在13日站出來表達憤怒 讓全美各地高度戒備 紐約市要求大約3.6萬名警力全體著制服待命 在猶太教堂和社區巡邏 CNN情報分析師指出 雖然影片沒有呼籲暴力 但執法部門和情報官員透露 網路上的仇恨言論出現增長 週四 紐約哥安比亞大學罕見對外關閉校園 就怕校園的尾巴視為升溫 而在加州則有男子拿石頭砸麵包店把玻璃砸碎 並且留下所有猶太企業都是目標的字條 另一間猶太教堂也在同一周遭到破壞 與此同時在法國巴黎反以色列的聲浪也逐漸高漲 示威者高喊口號揮舞巴勒斯坦國旗 不過由於集會並不合法 被警方以催淚瓦斯汗水柱驅散 法國內政部已宣布禁止 境內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抗議活動 由於法國住著全歐洲最大的穆斯林和猶太社區 總統馬克宏呼籲國人團結一致避免分裂 TVB新聞總和報導 好 提供給您最新消息 針對以色列可能展開地面戰 伊朗外交部稍早表示 如果以色列入侵加薩 巴勒斯坦人應該要奮戰到底 而伊朗同時警告 如果加薩地面戰爆發 衝突將會擴散到其他地區 引發中東全面性的戰爭 這是我們提供給您的最新消息 而繼續就來看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爭 進入第七天了 以色列公布哈馬斯殺害 因幼兒殘忍照片 直指哈馬斯如同激進聖戰團體ISIS 守法殘暴 要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 而哈馬斯則公布宣傳影片 顯示他們已經備戰多年 在加薩至少有六處的訓練營 而且複製以色列邊境設施 加以模擬訓練 攻擊當天幾分鐘而已 就破了納坦雅胡斥資相當台幣350億的科技高強 不過自以巴衝突以來 網路上充斥著許多假訊息假畫面 歐盟也已經點名社群平臺X要進行調查 以巴爆發戰火以來 像這樣的畫面你我都不陌生 這支影片宣稱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發射火箭彈 這支則聲稱以色列戰機轟炸加薩 但其實這兩支影片都不是真的 這些畫面是從電玩遊戲武裝行動三而來 而這個其實是奧爾吉利亞足球慶祝活動 這段假BBC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報道 則錯誤宣稱烏克蘭提供哈馬斯武器 像這樣以巴衝突相關的錯誤或不實訊息 正充斥網路媒體 上週六在哈馬斯開始攻擊幾個小時後 社群上就開始流傳各式各樣的假消息 假白宮文件顯示 美國政府立刻給以色列80億美元新軍員 儘管這個做法老套 卻在網路上廣為流傳 專家指出 由於新資訊每小時每分鐘甚至每秒鐘都在更新 隨著第一線事態發展 有很大的錯誤空間 當中錯誤訊息一大來源 就是從推特改名為X的社群平台 一部分因為億萬富翁馬斯克買下後 對平台做了改變 包括裁撤關鍵員工 週四歐盟職委會宣布 啟動調查X上以巴衝突的不實訊息 因為這已經不是資訊戰 而是一場真正的戰爭 而假消息很可能致命 根據哈馬斯公布的宣傳影片 他們對7號這場血腥攻擊已經準備多年 但以色列顯然沒反應 CN分析調查發現 哈馬斯在加薩內至少有六處訓練營 其中一處距離以色列戒備森嚴的邊境 僅720公尺 哈馬斯在訓練營複製以色列建築群 甚至包括負責邊境安檢的 埃雷茲嚴徽章 還練習俘虜 衛星影像也顯示 訓練營是在過去一年辦內蓋的 另外兩個在加薩南部的據點 則進行滑翔傘突擊演練 哈馬斯顯然有備而來 而過去兩年 以軍對這六個據點都沒有採取公式的跡象 外界忍不住要問 哈馬斯如何能距離以色列這麼近 公開訓練這麼久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立主在邊境蓋的11億美元高科技智慧鐵牆 哈馬斯戰士幾分鐘就打破 這幾天以色列從總理到國防部 不斷用激進聖戰團體 伊斯蘭國來指稱哈馬斯 ISIS透過大規模屠殺建立服從 同時拍攝大量影片散播恐怖 而哈馬斯突襲以色列小鎮集體農場和音樂節 無差別射殺1200多人 當中200多人是士兵 剩下的都是平民 很多是孩童營幼兒 儘管哈馬斯官員否證暴行 還是無可避免被拿來跟ISIS相比 其實哈馬斯從過去就場鎖定無辜的老弱富儒 特別是自殺炸彈攻擊 但哈馬斯沒有像ISIS自封為伊斯蘭世界最高統治者 目前為止也沒有像ISIS一樣 把殘暴行徑製成宣傳影片 但威脅要在電視上處決人質 請問眾可怕答 好 40歲的我累積了足夠的生命厚度 可以更有勇氣去挑戰一些 以前覺得不可能的事 我覺得每一個階段的我都很漂亮 Ping Power就是勇敢地做自己 然後勇敢地愛自己 所以我也有選擇愛 然後溫柔幸福 我們愛自己 又有能力愛給人的時候自充滿幸福 大家最耳熟能想的 愛 如果妳突然到了一個噴嚏 如果媽媽孩子在唱歌 那一定就是我的湘妮 愛自己 粉給力 這是熱騰騰從國外來嗎 對 從義大利羅馬來的 喔 這很漂亮喔 超可愛的超級可愛的小包包 這款好漂亮喔 這款好漂亮喔 這款很經典耶 既然你們喜歡 我就把 謝謝 謝謝 沒有 送出這個超級漂亮的香奈兒 的這個 拿走了 不好意思 每個精品他們都有自己的 暱稱是不是 就是比如說他叫棋牌 然後他叫老花 還是 他們都有自己的 那不叫暱稱耶 同學 我們從零開始 我們現在打掉 我們從零開始 我們假裝我們這輩子都不知道 LV是什麼 我就跟你講 這塊布料叫做Monogram 大家都叫LV的這一塊布 那他這個是做棋盤格的 這個叫做什麼 給你選擇題 COW還是WOC 你覺得我還要思考 COW OK 恭喜答錯了 二選一都錯 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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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個叫牛包 來 拆拆看這整面橋 不要講特殊皮 我們講就是牛皮的 最貴是哪一顆 你猜不會到 我知道 你知道你來 那一個 就是那個小小朋友 真的小朋友 我跟你講 我本來是 你一定就他 對不對 他最貴 我以為 我以為 我跟你講我覺得你算是有Sense 因為這個的確不便宜 他對不對 他最貴 你該不會以為說 這個會送掉是 而且 我就直接巴掌就飛回去 他也戴手套 是嗎 這是一套的嗎 套你什麼套啊 對不起 不然把粉絲你拿來這裡 對不起 我罵人了 等一下巴育粉絲來罵我 這真的非常稀有 老闆這一隻多少 這一隻 二十萬 你說這一隻嗎 你說這一隻嗎 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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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二十萬先端著 現在放回去 他只是吊飾 因為他限量 而且卡麗豆 應該只會發行一次 他不會再發行第二次 所以他不會再有長一樣的 然後明年又再出現 不會了 因為他是卡麗豆 女大生日慶全館五折起 免運再享八五折 真的可 又便宜又好用 全館免運五折起 結帳再八五折 全部都在女人我最大購物啊 未來少女的舞台上 即將誕生最閃耀的女團 用熱情的才華攀上巔峰 而我一起接近這群少女綻放 無限魅力 每週六晚間八點 TVBS42頻道 未來少女 糖尿病是一個隱形的殺手 大部分病人 自己罹患糖尿病都不知道 那最主要是 這個症狀是慢慢的產生 開始的時候 往往不易被察覺 一般都是經由健康檢查 才得知自己的血糖偏高 中年糖尿病病患的特徵 發病的平均年齡 大部分都是在五十歲到六十歲 這個年齡層 中年的糖尿病病患的特質 有很多的共病 包括體重過重 肥胖 何必有高血壓 歡迎回來帶您來關心天氣 明天跟今天的天氣類似 星期天開始會有些許的變化 東北季風逐漸增強 部分水氣移入 迎風面雨量也會增多 有局部短暫雨的機會 北部白天高溫略降 中南部山區有午後的局部短暫雨 而下周一開始水氣減少 各地又會回到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繼續提供給您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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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穿上粉色皮外套皮裤或是美式校园啦啦队少女感 认出来了吗照片中是女星陈奕涵 跟上90年代AI毕业照风潮 套上绿镜陈奕涵笑说AI觉得他是黑人吗 知道儿子的初恋为什么是Dora了 实际来使用这个AI的APP功能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像我有这样子的美式校园风格的毕业照片 其实只要简单的几个步骤 各种90年代造型情境式的打扮 如同从校园走出来 最近从韩网开始流行 只要透过APP最新的HiScore Earbook功能 选取8到12张照片 AI就能邦尼后制开启时光之旅 热门到深沉还得等段时间 在韩国网路上明星网红玩疯了 包括演员何振宇 歌手金纳英都变得很复古 而90年代的代表女神李笑丽的版本 被说是无为何 根本是拿旧照出来 不少台湾明星也跟上热潮 歌后魏如轩戴上眼镜穿着毛显衣 还有篮球员的装扮 卷卷头研究生都有着颗粒大大的怀旧画质 再看看Mars 23化身阳光的橄榄球员 或是金头发逼一个赞 还有宇宙人小玉自嘲自己看起来 是下周就会被交易离开队伍的人 想当美国高校女王跟男神 不用打扮这复古妆容 成为网美网帅最行新头贴 从人们居住的街道 进入到野生动物栖息的原始世界 这一条地球探索之旅 就在北海道的道东地区 从串路出发抵达最终站根市 铁道沿途涵盖了森林 湿源与海湾等景色 这段属于JR根市本县的 最后一段路程 却拥有一个美丽称号花啸县 单人服务的普通列车 涂装有着彩绘的红花 还有乳牛起司等在地落农业 车厢内的木桌与绒布座椅 散发浓厚复古风情 但最大焦点还是在于 车窗外的景色 因为人烟稀少列车车厢 缩减到最少 让辽阔的北国大地 自然风貌更加引人入胜 想要亲近这些不曾受人为 活动破坏的美景方法很简单 在抵达札幌机场后 前往JR外籍旅客服务处 拿出护照与事先上网预约获得的QR Code 就能在旗线内拿着周游券 任意搭乘JR铁道 不仅能透过车窗欣赏 也可以亲手滑独木舟 近距离感受失源的静谧美感 铁道迷更不能忘了来到日本最东端车站 东根市拥有一张抵达证明书 更不用说 接着在提供给您最新的外电消息 法国北部一间学校传出持刀攻击事件 造成一名教师死亡多人受伤 法国警方表示攻击者已经被逮捕 而法国媒体报道 嫌犯犯案时大喊伊斯兰口号真主致大 目前并不清楚这起攻击事件 跟尾巴冲突有没有关系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我们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手冲